阿彌陀佛 盡管理 阿彌陀佛 謝謝大家今天上臉來看這部紀錄片 今天有一些東港上海的朋友 很辛苦 一早就坐車上來這樣 感謝你們 這一部影片 我跟吳玲銘先生 說我們在東港 大概2009年的時候,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在工期間拍攝了這部紀錄片 然後我從來沒有碰過這樣的題材 然後在拍個過程,其實以這樣的題材來講,其實遇到很大的困難 然後很幸運,我們一路上有很多個好朋友 然後跟我講一些好朋友,然後大家一起幫忙,然後這部片才可以完成這樣子 然後片子拍完之後,總共300塊錢 然後中間大概有幾年,兩三年的時間我對著那些拍攝蓋 然後這個是一籌莫展,我不曉得我要用怎樣的方式來講這個故事 因為這個題材跟我們原本預想的,我本來想說從人物角度 然後從家庭故事,然後比較單純的去把它完成 可是可能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想要把這部影片的整個規模 就是我們拍的過程,它一再一個膨脹,然後納入了很多新的元素 所以最後我覺得我們最後,我最後找到,終於找到一個陳冠宜先生 可能來幫我這個忙,就是幫我把這部影片最後硬檢完成這樣子 這個不容易,300塊錢的蓋子,然後可以檢出這樣的虛勢 這300塊錢的蓋子,然後最後可以檢出一個虛勢,其實真的不簡單 我非常感謝陳冠宜先生,他本身也是一個導演 然後拍紀錄片,其實我覺得不會是一個導演的個人作品 就是這個片子最後產生,然後完成,然後我看它 我覺得它已經不是我原本設想的那部紀錄片 然後我在裡面,我覺得我看到好多人的影子 有簡潔四個影子,有攝影四個影子 還有很多很多東港居民,他們把這部紀錄片變成這樣 甚至是三個影子 就是這樣 到一個就是鳥對著那個,然後搖台後 對,因為他接受器在正中間 OK OK 對 那我 要不要把,那我這邊還有另外一支麥克風 OK OK 好,剛才導演有講到就是說,其實這一部是一個非常工整 而且搜羅資料非常完整的一個所謂的民俗制的一個紀錄片 那剛才導演你有提到說,你拍了300多捲袋子嗎 那剪接師,導演你跟剪接師一定有花很多時間在挑畫面 然後在整個,就是整個一個敘事上面 那我們剪接師要不要談一下,就是這個剪輯的整個過程這樣子 這一個片子就是當武南已經拍完之後 然後我就聽他講的 一直講,講個不停 這個故事,東港人的故事,講了三年 講到我在剪的時候,還繼續在講 到現在都還是在剪 所以 這 他還可以被找到 喂喂喂 所以 其實這一支片子可能 我雖然是這樣剪 可是對於武南 對於製片阿民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這支片子 不只是一個 片子拍完 我製作完 對他們來講 他們是一個 整個感情 整個是 應該是說把它給投入在裡面 他們為了這支片子 他們 損失很多 然後消耗很多時間 投注很大力量 金錢 還有很多的 無法可以再 講出來的 一些 情感 我雖然只是花了一點時間 去把它給 剪完 然後 讓他 有點 有一點什麼樣的 片子 這樣完成而已 可是 對於他們來講 或者說 對於這支片子 它本身其實 就很有力量 不是 不是因為我去把它 給完成出來 這支 這支片子 在當初 在 拍完之後 他們 武南已經有剪出一個版本 我當初看到這個 這個成品的時候 我覺得 他有一點 想講的東西 可是 好像還沒辦法 很完整的 表達出來 那 他當初一直找我剪 然後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 蠻痛苦的 我 我一直想辦法 想辦法 推掉 可是 後來我覺得 他那種 可以一直講的三年 那我覺得 好像 不得不見 就是 我很煩就是 然後後來 真的在剪的時候 我才覺得 這個 不是我自己 可以把它給完成的 我覺得 他 武南一直講 這些故事 然後 他一直跟我講的是 這是一個 他要說的是一個 東港人的一個精神 一個 傳承下去 傳承的故事 所以我 盡量 按照導演的那種方式 去把它給 捏出一種 捏出一個模型出來 然後最後再讓導演自己去 去把它給 這個形狀 把它更完整的把它確認一下 好 然後我想要詢問一下 就是那個 風災的部分 應該是你們當初 在拍攝中 沒有預期到的 吧 對 就是想要問說 因為你們在那邊 就是蹲點蹲那麼久 然後 遇到那個風災 然後接連不斷的那種 就是一些人 就是天災這樣子 那你們有 就是當初是如何 有想辦法說 是不是應該先暫停一下 然後 或者是 覺得說 這個也是一個過程 所以就決定繼續 留下來拍 就想知道你們當初是 怎麼決定 來面對這個天災的部分 這樣子 謝謝 這個問題很好 然後 也講到我們這個 片子的核心 在八八風災之前 我們在東港已經 拍了大概 十個月 我記得 然後 那時候 我處於一種 快崩潰的冰原 因為我在那裡拍了三十個月 然後 我覺得 我拍到的東西 都是一樣 沒有變化 然後 已經在考慮 要不要繼續拍 這個可以踩下去 這樣 然後 陷入一種天人交戰的 一個情況 我想 你給我拍紀錄片的朋友 應該 或許或少 都有這樣的 經驗這樣 然後 然後 八八風災那時候 我 我跟阿民 都在台北 就是說 我們個模式是 偶爾上來開北打工 然後賺一點錢 然後 再下去東港繼續拍 那東港有什麼事 我們就下去拍 好 然後就台北 平東這樣 跑來跑去這樣 那時候 八八七個時候 我們 我跟阿民都在台北 然後 大概半夜 十二點多吧 我記得 然後 然後 已經外面過風下雨 然後阿民就打電話 跟我說 那個 好像颱風蠻嚴重的 要不要去東港拍一下這樣 可能會有一些什麼事發生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喔 這是半夜 然後我正在睡覺 然後想說 喔 不該想去這樣 那後來 後來 阿民 阿民又打給我 然後 我想一想 好啦 要不然 因為我接了那一空電話之後 我就早也睡不著了 然後就一直騙人交戰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打給阿民說 要走 我們就先來走 這樣 那時候 剛剛我們走 剛剛是凌晨一間 然後沿路上高速公路 我們就這樣 一路標下 屏東 那個雨 超可怕 幾乎是看不高路 這樣 然後 開到屏東的時候 快騙 已經天亮了 我們才知道說 欸 這一次的災情好像蠻可怕的 因為我們 平常走的路 全部都淹在水裡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我 想到 我們沒有辦法進入東港 因為所有周邊的路 整個屏東那一塊區 就是那時候最嚴重的臨邊東港 都淹水這樣 我們沒有辦法進入到這個區域這樣 那時候想到片子裡面歸附屍 因為剛剛有很多老人家智慧 他跟我說一句話 說過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 海邊淹水了 那整個台灣都完了 為什麼 因為 海邊是排水出去的地方 如果海邊夠淹了 那就一直往水 會一直往內陸淹 那整個台灣就完了 對 所以我們就落到海邊 然後 剛好可以進入東港 然後 好像還沒有回到你的問題 就是說 那我們有沒有預期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 風災這件事 其實沒有 可是 他在片子裡面 卻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就是長期 我覺得這個就是長期拍 如果一個紀錄片 一個可以採 這個把拍攝的時間 大概長到 一年 兩年 這樣的時間 那這種點就是 我們要去把握住了 他可能是一個突發感 可是因為我們 這一段時間 我們一直在關注這個紀錄 所以 這種有時候 有時候是一種感覺 一種 一種 靈感 就是像阿民 他感覺到 這個紀錄 這件事會很重要 那我們下去拍 我們就Catch到了 對 然後 其實 尤其在這樣的時刻 我們很有素材 是在這個時候的產生 因為 在裡面 在 因為有事件 在紀錄片裡面 有事件 有事件 他們在裡面 事件裡面的表現 就會很 很生活化 很 很火這樣子 然後 像 裡面 那個 他那種個性 就在這個事件裡面 就夠會跑出來 那 其實我們拍些物片 絕對的部分 只是在等 這樣的時刻出現 這樣子 那我們很幸運 就是阿民 他抓住了這個件 然後 我們下去了 我們拍到了這樣 其實 在 他們在會館 就是喝酒 然後王哥在講話 那個時候 他看 就 他就 邊喝酒 然後邊聊天 這大概他們平常的生活模式 這樣子 他在講台風那些事情 那 那一天 之後 就是 你看那一場我拍到 有點 那是我自己拍 他拍到後面 已經有點在黃來黃去 因為就是 一直被勸酒 然後 那個桌下 已經好幾瓶高粱了 這樣空罐子 那一場之後 我就喝醉了 喝醉了之後 就是說 我就昏睡了一天 我起來 我就很恨我自己 自己嘎嘴巴 為什麼 因為 在那個時刻 其實還有好多 我們個角色 他在發生 因為水災 他們在發生一些事 可是我卻 就醉了 然後睡著了 就是 就是 我覺得 滿可惜的 要不然 在封災這一場裡面 還會有更豐富的東西 出現 這樣子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 你的問題 我不是來問問題的 我是替東港人謝謝你 因為你不是只有東港的紀錄片 而是屏東縣的一個紀錄片 那我本身是東港人 那我也是住在這裡 台北 那我現在是人間福報的一公記者 但是我非常感恩你拍了這個紀錄片 因為這個紀錄片 相信每一個東港人 看了都非常有感覺 我剛剛其實看了之後 我有偷偷的掉了一滴淚 但是 這個外面的人 可能沒有辦法感受得到 但是我們東港人 絕對有很深刻很深刻的 心裡的感受 所以我再次在此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再次講 這部片 其實不是 不是我一個個人作品 真的是一個 很多 我們在東港拍了這樣一年 有很多鄉親 然後有很多好朋友 然後大家幫忙 然後這部片才會完成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是 整個東港人一起完成 謝謝 我一滴 landed 你 絕對 她 做andinavi